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OpenCV人脸检测模型 让我看看你是谁 是这样 我最近正在做对象目标检测 正好今天研究到人脸检测的部分 我今天就把OpenCV人脸检测的功能 作为一个知识点的分享给大家 今后我肯定会用深度学习Tenonflow去检测 OpenCV既然有这个功能 我觉得就给大家要介绍一下 好那咱们就开始 知识点 大家请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OpenCV人脸检测模型 咱们先少去说干就干 实战演习 首先咱们干什么 先安装一下OpenCV的Python版本 它还有一个C++的版本 C++一般用于生产环境 咱们今天学习 所以说用它的Python版本 好那咱们马上安装 是这样 我本地库其实应该已经安装了 我看一下 进入我的工作文件夹 然后激活 好我看一下 我应该是一并安装了才对 找找 这边大家请看 OpenCV Python版 我用的是43036 这应该是最新版本 OK既然有它了 那咱们就好办了 咱们就安装 是这样 我今天给您讲的这个文件 一会儿我运行 我先给您讲 它都是些什么东西 首先一上来 咱们import OpenCV 它不叫OpenCV 它这个地方叫CV2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然后是这样 OpenCV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模型文件 有脸部模型 身体模型 眼睛模型都有 这文件在什么地方 我给您看一下 咱们只要安装了这个工具包之后 它就带了这些个文件 我看在什么地方 咱们进入之后 Side Package 咱们装的大概是这个地方 对吧 有个CV2 咱们进入之后 有一个数据文件夹 Data进入之后 大家请看 这些个XML文件 就是它内部训练好的一些个模型 可不可用 今天咱们就用用看 好 咱们试试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是引用它一个脸部模型 脸部模型 其实有好多备选 我现在这个是默认的 然后还有几个 备选一 备选二 对吧 还有几个备选 一会儿咱们都试试 然后这有一个眼睛模型 这个今天我有时间再给您演示 好 这个是input进来一个 OpenCV的脸部模型文件 其实就是这个XML 对吧 然后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这有个函数 这输出一张图片 这个不管 咱们先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去调用一张图片 我把这个图片的文件传过去 然后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一上来 这是输出文件的路径 这个不管 这个大家请看 这一上来 去读取我传进来的这张图片 对吧 然后灰度化 这个不用多说 一般咱们分析图片的时候 首先要灰度化 对吧 然后 大家请看这行 这个就是OpenCV的功能 我要读取 它这个XML 这个XML内部的数 叫做分类器 好吧 咱们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 用它这个方法 Detect Multiscale 做人脸检测 传进来这个参数 就是刚才咱们 灰度化后的这张图片 好吧 传进来之后 如果它找到脸了 大家请看 如果找到脸了 那么它返回过来的 这个数组 大于零 因为这张图片上 可能有多张脸 它这是个数组 如果咱们找到这样脸了 这样数组 大于零的话 咱们干什么 咱们就在这 画脸 把脸部位置 画出一个巨型 它给咱们返回 是个box 对吧 是个巨型 咱们把它画出来 这是咱们代码的意义 然后大家请看 我存盘退出 然后说明 找到脸了 如果它没找到 比如这个脸上是个风景画 这张图片是个风景 对吧 没找到怎么办 我这说 对不起 没脸 好不好 就这么一段代码 那么首先咱们干什么 咱们需要把这些个模型文件 或者说分类器文件准备好 我其实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再看一下 这是我工作变家 大家请看 在我这个models 这里面 这里面还没有 稍等 我记着拷贝过来了 大家请稍等 我把这些xml拷贝过来 过来了 OK 这些文件 咱们就会直接引用了 对不对 咱们引用 在代码当中 大家请看 我直接敲 当前目录下models 然后下面这些个xml 好不好 OK 那咱们就开始引用了 我稍微建个文件 大家请稍等 清评 nano main.python 然后把我的代码拷贝过来 咱们试一试 代码内容不是很多 但是很有趣 今天分享给大家 拷贝 存盘退出 然后是这样 大家请看 我其实这地方 要input一张图片过来 对吧 但是我现在本地还没有图片 其实我给大家准备了几张 美女图片 咱们试一试 稍等 我把这张美女图片拷过来 我认为的美女图片 可能咱们审美观都不一样 试试 好 有三张图片 是吧 大家请看 有三张图片 对吧 OK 那咱们就通过程序 咱们先传进第一张图片 咱们试试 因为我这图片是 face0 face1 face2 对吧 咱们都试试 看看这三张图片 能不能看到脸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我现在传的是face0 好 马上开始 go 清评 大家请看 找到脸了 对吧 那咱们看看 行不行 咱们看的文件是output 打开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不光找到一张脸 找到多张脸 是吧 这个就是它模型的问题 换句话说 这个模型 可能对这样图片来说 它误认到了其他的脸 对吧 那么怎么办 咱们不说了吗 咱还可以试试其他的模型 因为OpenCV给咱听了 多个人脸检测模型 对吧 咱们一会儿再改 一会儿咱们再改这个模型 先别动 干什么 咱们现在 再看看其他的图片 对吧 这张图片脸没找到 特别好 咱们看看下一张行不行 好不好 再试试 go 又找到脸了 再看看 看这回找的准不准 同样的模型 这张图片 找的就还可以 是不是 OK 咱们再试试 另外一张图片 咱们还有一张2 诶 销上3了 2 存盘退出 再运行 注意看 又找到脸了 对吧 是这样 如果没找到的话 它会提示没找到脸 对吧 因为那个数字没有找到 好 看一下 这个图片找的 大家看看 稍微有点歪 是吧 这个图像画在这的话 应该算是比较准确 稍微多了点空白 但是还好 找到脸了 对吧 那么问题来了 这第一张图片该怎么办 咱们再回到第一张 这个呀 把它换成0 对吧 咱们换个模型试试 咱不用这个模型了 对吧 它不给它提供这么多备选吗 咱们试试这个模型行不行 好不好 试一下 存盘退出 Go 找到点了 是吧 看看其他模型 可不可用 大家请看 这个模型 找脸找的就非常的准确 没有质疑 对吧 这就是这openCV给咱们提供的简单的找脸的功能 这个功能在咱们一些应用中还是很常用的 其实它的找脸模型 怎么说 相对单一 比如说您的图片相对简单 然后只有几个人脸的话 它又能够正确找到 如果您图片特别复杂 又有森林 又有汽车 什么都有的话 可能会有些错误存在里面 好不好 OK 我看还有点时间 我再给您演示一下找眼睛的过程 可以不可以 好 那我们试试 其实我代码里面都有 大家请看 下面这个地方就是眼睛的 下面这个代码 它也是给咱们有两个眼睛的模型 咱们先用上面这个试试 上面这个OK了 就不管下面了 OK 这是找脸的模型 然后我代码中 我只给它屏蔽起来 大家请 这个地方 眼睛检测 那咱们先给它打开 看看 咱们不过能找到这个 比笑角 美少女的脸 还能不能找到她的眼睛 对吧 试试 够 存盘退出 好 咱们清平再运行 够 找到脸了 但是找没找到眼 咱们不知道 需要看一下 找到这么多个眼睛 为什么 大兴 因为她的衣服上 这些点太多 是吧 她给误认成眼了 对吧 没关系 够吓人 是吧 咱们看另外一张图片 咱们不开两张图片了吗 再试试 因为是这样 找眼睛的算法 它做的不是很准确 所以说咱们就做一个参考吧 好不好 就说明这个openCV有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看第二张 第二张把耳朵也找出来 同时把这个插座也都找到 再试试第三张 好不好 这个找眼睛这个确实是不敢恭维 但是找脸还是找的挺准的 够 好 希望她能够找到 把嘴给找到 同时把这下巴也找到了 这个就有点小问题了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 你看这是我的原图 对吧 原图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吧 但是这个线图 确实是找眼睛有点小问题 确实是我在自己做测试的时候也发现 她找眼睛找的不是很准 不过找脸几个模型交叉使用 应该还算是准距离还是蛮高的 只要您图片不是特别复杂的话 它应该是可以正确找到您的脸的位置 好不好 今天就把这个作为知识节目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 有兴趣朋友可以下载 在您的本集跑一下 看看您能不能找到脸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视频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希望您能够订阅转发帮点赞 OK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天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